我們看到簡報第三頁這個 這個其實也很好用 最近 我今天還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那個KK Bars那一家團隊 我們現在不是不能 百人以上的聚會嗎 那他們要慶功宴怎麼辦 他們超過百人 超過百人就只好遠距會議啊 不過他們沒有Google Meet 但是要抽獎了之後 是慶功宴很重要的 他們就用這一招有沒有 所以我先玩一次給各位看 這個是文章 這裡有一個測試範例對不對 我從這邊打開 我這邊已經隨便挑選了 我隨便網路上找的同學名稱啦 這不是我任何一般的 按下去 有沒有還可以把同學名字念出來 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 同學已經OK 我不想再抽到他了 你就把它移除 這樣就自動會從這裡面 就拿掉 這個效果 應該很有啊 遠距的時候也可以用嗎 好那這個東西呢 好 像這樣喔 那當然他還有很多可以客製化的 所以您可以看到包括中間這個圖片 甚至老師不一定要用文字的喔 您右手邊這個 您可以直接控制加密貼上 那麼如果你想要放照片也可以喔 你看如果在這邊他錄照片 你就選你的照片是哪一張 好比如說剛剛老師我們這一張 有沒有跟老師就進來了 這樣抽 有沒有比較有感覺 好在後面啊但是如果你怕這樣子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加上文字啊 有沒有發現字就在上面跑出來 所以 您可以搭配文字可以搭配 圖片 當然 這些東西還有很多設定 包括你播放的聲音要是什麼聲音 對不對要轉幾秒 旋轉結束的時候我剛剛就是把 這個使用者唸出來 那你也可以有掌聲啦 甚至顏色啦 中間這個圖片你可以自己選 有沒有 腳踏車的 你們不用腳踏車的 所以其實這個還蠻好玩的 而且呢 他可以跟您的Google 帳號做整合 有色呢 你有授權的話 你看儲存 他就會 把你的這個設定存在你的Google帳號裡面 下次你可以重新打開來 做修改 所以這個小工具呢 給各位 再參考一下 當然如果你要從Google試算表加進來也可以 他也有就是 從那個Google試算表 當然前提都是您需要去做怎麼樣 就是Google的帳號授權 那比較詳細的說明 您可以參考我的那個部落格的這篇文章 您就可以看到 上面呢 有用錄影的方式 做說明 這個部分 您就可以做參考 好不好 這小工具我們就 先簡單介紹到這邊 再次